臣不希望他跟我一样,做一样的选择,做一样的事,臣不希望他做另外一个方建明 方楚的未生花之毒得到清除,和帝氏的百息也找到了解决方法 涂掉这两个障碍之后,方建明找到方海氏道歉,并再次表明心意 两人打算归隐山林,然而好景不长,提兰被人绑架,帝氏得知提兰被绑架心急如焚 他已经失去过一次挚爱,他已经永远失去了子三,他不能再失去提兰了 帝氏方寸大乱,行动鲁莽,明知外面全是叛军,也要拼了命出宫拯救爱人 方楚知道帝氏和提兰有难,瞒着方海氏,回宫救帝氏 帝氏为救帝氏,在乱军中拼杀,方楚及时赶到救援 可惜寡不及众,最终两人双双残于叛军的剑下 海氏带着黄泉冠的人兵回宫救驾,然而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帝氏和方楚双双战死,帝氏的善良和温柔最终害死了方楚和帝氏 也还得方海氏葬送一生的幸福 帝氏的黄泳绮 帝氏的黄泳绮 帝氏的黄泳绮